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讲欧洲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还记得今年6月份 513票比1票决议通过 欧盟层面禁止新疆的棉花 但目前这道禁令好像并不适用 原因是什么 现在欧洲正在大规模的采购中国的取暖设备 其中电热毯已经数字已经突破200万条了 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恐怖 200万条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电热毯 毯子毯子里面有电龙丝 但有电龙丝它同时它也是用这个棉花做的 而中国的电热毯的主要原料就是新疆棉 那么也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方道貌岸然 为啥呢 它说禁止中国的新疆棉花 那现在这个电热毯却大规模的可以进去 而这个时候就不禁止新疆棉花了 所以是不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排放 而且大家都知道欧洲现在用的很多油 其实都是从俄罗斯买的 只不过它不是用俄罗斯的船或欧盟的船去装 我用第三国的船去装可以吗 所以你现在会看到很多巴拿马的船在黑海 在俄罗斯的港口离开 对不对 这就是目前欧洲的真实情况 所以说决于通过也好 不通过也好 所有的一切的 我说过别听他说制裁谁 而是说他落实的怎么样 还有一个你别看美国天津说制裁中国 这个制裁中国那个 其实他真的有几个在落实的 对不对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都是嘴巴上老软 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来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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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还有欧洲其他一些国家 我们浓缩的来看 因为我这个时间点发誓 是我们这里的凌晨的四点 其实老编已经睡 很多网友都很关心老编 说老编做节目不要太晚 不要熬夜 老编想说我的节目都是 如果我是凌晨四点发的节目 我基本上都是在十二点之前睡觉前 我就已经录好了 因为凌晨四点是美国那边的上午 对吧 正好的时候 是不是上午 对 是美西之间上午 然后这个欧洲那边的正好是晚上 现在差不多是六个小时吧 晚上十点 正好看看节目睡觉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早上正好起来了 也可以看一下 在早上的路上可以看一看 德国警方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参与其中 10月8日 德国北部铁路出现大规模故障 由于两处电缆被破坏 故意切断 德铁停运近三个小时 德交通部长称 很明显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恶意行动 而这起事件发生在 对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一号和二号天然气管道的破坏性袭击之后 仅两周多 从而引发了外界的热议 在德国国内 有政客甚至把矛头指向俄罗斯 陈接于北溪事件中指向克里姆林公 那不能排除俄罗斯也可能是铁路遭到攻击的幕后黑手 就在一天后 德国警方表示 虽然不排除破坏的政府动机 但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外国势力或恐怖分子参与其中 对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根这个电缆线被切掉 那百分之百它是很专业的 大家我想请问 你一般性的人知道铁路的电缆线是埋在什么地方吗 对吧 大家说是不是 你普通人你都不知道电缆线埋在哪里 那什么样的人会知道这个电缆线埋在哪里 所以我跟各位讲 包括北溪维护管道的老总一家被团灭 再加上这个德铁 那肯定又是什么维护的人 什么人被收买的 而且你要知道 铁路的电那个功率非常恐怖的 那基本上都是高压电 大家做过我们中国的这个高铁吧 对吧 那上面那个那个电那个非常恐怖的 那都基本上全都高压电 你没高压电的话 你怎么去去推动它 对吧 所以说这个德国的这个电缆线被切断 要有专业的人知道在哪里 要有专业的设备才能够去切断它 你没有专专业的绝缘设备 你怎么去切断它呀 你普通人有这种能量吗 没有啊 那都是高压电 你说断就断嘛 你在铁路边走路 那都是不允许的 马上你可能都会拿里泄露电 都给你垫死了 所以这是专业人士干的 我国的北斗卫星已经拍到了 是谁在这里捣鬼 但是我们可以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各位 这个背后就是灯塔国 同样的谁去干 波兰干的 是波兰干的 大家懂我这意思吧 你别说北极的事情 包括像这个 这个德国铁路的这个运营的这个中断 这背后都有波兰的影子 这家伙不是前两天刚刚 问德国要二战赔款 没有没钱了 要二战赔款 现在三战赔 对吧 你德国明确拒绝了 说不给 那我就不得给你找事吗 对不对 而且挪威的管道 天然气管道输送过来的气 第一站是在波兰 北溪被炸了 亚马尔欧洲输送输气的 也都是在波兰 对啊 用欧盟主席的话讲 冯德莱恩的话讲 现在我们把俄罗斯的天然气 在欧洲对欧洲占比 从40%压缩到7%了 压缩到7% 但是你这个价格代价付出有多高啊 因为你的代价是 你要断俄罗斯的气 但是你的代价是把欧洲整个制造业都给崩了 全面的熄火 现在德国人啊 都到森林里面去砍伐木材了 除了那些能捡的树枝之外 基本上都是在偷偷的在伐木 在偷偷的在伐木啊 现在木 这个这个这个木屑价格也是在翻倍啊 啊 所以大家想想看 现在德国 他也不敢讲 他说 没有迹象表明 有任何外国税参业史中 有他都不敢讲 你有你 你敢讲你美国爹吗 你不敢讲你美国爹 对不对 你德国这个 我这个总理是窝囊费 啥都没有空架子 我说过被这个外长 跟这个经济部长都给加空了 对吧 没有自主能力 啊 对吧 德国又又威胁要制裁这个伊朗 说他们制裁伊朗的这个政府 神职政府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都属于是 因美国为主的西方 对中俄一的 全面的这个围堵 跟所谓的围剿 但是他们自己会死的 非常非常惨 这就是他们的困境 啊 这是这是德国 德国现在已经 制造业已经熄火了 全面熄火 啊 没办法搞 是吧 这个政策 完完全全是 啊 在 把德国带向一个 啊 美国的一个 啊 海外州一样的这种政策 配合中央政府嘛 我们再来看英国的 赤鲁星浪布后 它又要180度大转弯了 上年一月 有于英国首相特拉斯 已对自己提出的激进税 减税政策 做出180度政策大转弯 被英伦 被英媒形容为 赤鲁星浪布 陆金 他正处于又一次 180度大转弯的边缘 据英国《卫报》当年时间 10月9日独家报道 特拉斯可能即将放弃 原本坚持的根据收入增长 同步提高福利支出的政策 这主要是受到了 来自博州党议员们的压力 他们警告称 在福利支出问题上 如果特拉斯只根据收入增长 而非通过膨胀来增加福利 这会使更多人泄露贫困 他的政策将不会获得投票支持 有消息人士透露 特拉斯虽为最终做决定 但正在提取意见 首相府可能会被迫屈服 这恐怕是对想要树立权威的 特拉斯又一次打击 而保守党议员们则信心满满 认为特拉斯既然可以浪布一次 就可以浪布第二次 有些甚至发生威胁 如果特拉斯坚持己见 就将发起对他的罢免 我来看看老兵没错了 老兵又是全网 第一个告诉各位 我说特拉斯被他的同僚给正面 这个正面他在探户他 老兵又是全网 最早就是给大家公布这个消息的 通过这个种种诸实马戏 一分析就给你分析出来了 再加上有一些这个渠道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特拉斯 浪一步就要浪第二步 你政客 你首相 你怎么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对吧 用这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 马里奥普所写的教父里面一句话讲 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不要一开始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从一开始 你就给人养成这种习惯 那么后面你要再去更改这种规则就不太好办了 如果说他们这样的人 如果一开始他们就讲 如果说让希特勒 一开始在这个啤酒馆里面 失败了 那就后面也就会没有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了 如果说像他们这样的黑帮去执掌这个政府的话 基本上是打不起来仗的 打不起来仗的 所以说 等于说这个特拉斯 第一次你浪布了 第二次也会被浪布 你也就是 这些 你的这些保守党员的一个傀儡棒 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 所以他没有自己的能耐 你本身接这个首相 你就是上去 你就是一个花瓶摆在那个地方的摆设 然后这就是英国的政策 而且苏格兰首席大臣 斯特勤也已经讲了 新首相的政策正在加速英国的分裂 对不对 你这种什么傻逼政策 什么叫做 我们来说他政策本身 什么叫做 随着收入的增加 要增加这个福利 你不是应该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增加 而增加福利吗 而你随着收入增加 不管通货膨胀的话 那不是有更多人陷入贫困吗 这么一个政策 一个一个经济他都不懂的 大家要知道 外交官是不适合当这个 当这个国家一把手的 外交就是负责外交 而不能去当一把手 大家懂我这意思吧 你必须要是在地方上干过的 所以拜登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美国总统 因为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 他搞外交 干国务卿 这是他的专业 而不是当美国总统 这不是他的专业 所以你看他的内政搞得一塌糊涂 大家懂吧 所以说你外交 就是说你外交官 你看英国特拉斯也是外交官 你看他就不能够这样子搞 你国家呢 说实在话 领导人还是要在地方上面干过 你至少说你干过伦敦市长 是不是 你干过美国 在美国当总统 至少干过州长 对吧 你都连州长都没干过 你直接就跳上来干这个总统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对不对 这里面的循环力区 你都没搞懂 所以英国现在被他搞的 也是四分五裂 而且保守党内部 对吧 这样子也是四分五裂 这个英国最大的反对的工党趁机做大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昂萨大北英英国 他内部乱的很 混乱的很 我跟各位讲 他们混乱 其实世界上也是跟着混乱的 包括美国内部也是很混乱的 所以这就是英国的困境 英国的困境 也是跟领导人有关的 跟领导人政策有关的 跟德国一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法国的困境 法国的困境就更加搞笑了 由于这个 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 我也觉得特别的 特别的就是好玩 油箱不够空 对不起 不能加油 这也是官方上扔网的 随着炼油厂罢工持续 法国加油站的汽油泵 正在枯竭 据法新社10月9日报道 该国都地的加油站外已排气长龙 一些加油站还因燃料不足而暂停服务 在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法国警方还会被征用 还会 还会在被征用的加油站前检查车辆 如果油箱没那么空 驾驶者会被拒之门外 不让加油 在生活成本危机和能源行业利润 标志的背景下 由于工人加薪要求 未得到满足 法国石油巨头 道达尔能源公司 和美国X美国石油公司 在经营练油厂 罢工持续 蓝油供应受到影响 法国加油站外的车辆排气了长龙 据法新社9日报道 七日一早 巴黎郊区一个加油站 已经排气了几百米的队伍 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一名司机说 他的邮箱已经要空了 队伍一点都没动 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另一位司机尝试去 另外一个加油站加油后 也加入这一队伍 其中一个加油站 都在街对面 他解释说 我和其他人同时到了那里 然后加油站 只是排鲜身 没有汽油了 而警察也被抽掉这个警力 被调寄过来 因为法国警察比较懒惰 他基本上都无所失事 你看到最多就是法国警察 靠在警车上面 喝了个咖啡 在那里聊天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会有巴黎恐袭 为什么会有尼斯恐袭 为什么会有 今天有这个恐袭 明天有那个恐袭 为什么查理周刊会被搞 就是这个原因 那你说那个警察坐在那边 这样聊天 在那调情 你觉得这个警察能干得好吗 那就把你调过来吧 就把你们都调过来 你们去检查这个汽油 如果说你这个 你去加油大家都知道 你加油不就加油 你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行为 对不对 我哪怕我汽油 我加了500 我开掉30块钱 我过来再加30块钱 可以吧 也可以啊 对吧 这个在中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加油站就怕 就怕你不去 就怕没生意 但是你法国的警察 确实用来说 你小子这油没有用完 你怎么过来加油 赶紧滚蛋 别在这个地方凑润了 人家用完了再过来加 这就是目前法国的困境 法国30%的加油站缺油 那又缺油 对吧 可能他天然气他不缺 但天然气价格也很高 对吧 然后再加上又是 又是电价如此的高 这个价那个价 反正你就是天天 就是欧洲人 就是每天的生活 都是被这些水电煤 这些基础的东西 这些基础的东西 给打崩溃了 在和平的年代 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老兵说过 那是和平年代 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但现在不是和平年代了 现在你们整个欧洲 跟俄罗斯是处于一个敌对状态 你们在乌克兰 跟俄罗斯是处于一个交战状态 那这就不是和平年代 不是和平年代了 你平时你生活的 所谓的你触手可及的东西 会有一天会变得触手不可及了 因为我说过 你一个国家的运作 它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在良好的关系之下去运作的 对吧 所以说 今天很多人会发现 好像这个世界不像以前了 它不是如此动荡 我说过 世界本来就是动荡的 地球还是公转一次是 对吧 365天的 自转一次是24小时 对吧 整个宇宙它的物理 它都是运动的一种状态 那你想要这种平稳 那是不可能的 世界和平是一句空话 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过 如果世界和平了 那你就变成奴隶了 就世界和平了 所以说这就是 法国 英国 德国 欧洲 最牛逼的三个国家 现在在困境 就是这样的困境 但意大利已经改变了 意大利用的俄罗斯的天然气 用的俄罗斯的石油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极有意上台了 极有意上台 为本民族服务了 它不为虚无缥缈的白左服务了 它是为本民族服务了 你特拉斯白左 马克龙白左 你这个舒尔茨白左 那白左它是有理想的 对不对 那还有现在 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中 有一个国家叫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今天也爆发 全国性的大规模示威 因为摩尔多瓦 其实你完完全全是可以支撑室外的 为什么 你可以去用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油气 对吧 你本来就是前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 对不对 你可以用俄罗斯给你的管道 弄气过来就完事了 但是没办法 因为你的领导人叫桑杜 桑杜他是美国 好像是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 就是肯尼迪 就是那个培养这种欧洲政客的那个学校里出来的 肯尼迪学院出来的 是吧 我记得没错吧 反正他是在美国留学的 那桑杜 对吧 你是美国福祉的人 你这种对俄罗斯又有点不太友好 对不对 那你就会倒霉 摩尔多瓦是欧洲最穷的国家 我去过摩尔多瓦 我去过吉西纳乌 那地方跟 他那个首都 你中国的最十八线小县城 那比他首都还看起来还要复理 还要漂亮点 你懂我这意思吧 他那个首都就那样 而且那个城市 那个国家活跃了大量的这个犹太人 都是在那边倒霉军火的 一个是保加利亚 一个是这个 这个摩尔多瓦 因为他有很多前苏联留下来的这种兵工厂 他有这个能力可以造AK-47 可以造一些这个坦克 可以做一些带兵武器 他有这个中工艺的基础 那这样一个国家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 要求政府下台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那你整个城市 就是说你动工也好 南欧也好 北欧也好 西欧也好 东西南北中 全他妈的闹事 老百姓全要求你政府下台 对吧 所以说你你今天 你欧洲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搞笑 你当时还很牛逼哄哄的 513票比1票制裁中国新疆棉花 哇操 电脑坦 全他妈睡的全都是新疆棉花 睡的全都是新疆棉花 还要他们要采购棉被了 棉被也要采购了 还要采购 这个他妈的这种这种羽龙服 那羽龙服也很多都是新疆那种羊毛生产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说你你那么牛逼哄哄的 你干嘛呢 是不是 好好的日子不过 你干嘛那么牛逼呢 天天管中国的事 哎呦 制裁新疆了 天天他妈睡新疆棉 睡被他制裁的东西 我到新疆的光伏 我到时候制裁一切新疆的东西 制裁新疆的番茄酱 你他妈现在有番茄酱吃就不错了 对吧 我说这个英国 我看前两天有几个环保人士不太懂事 在那个大街上乱倒牛奶 你这个牛奶怎么能倒 现在牛奶这么贵 我靠 牛奶都是在涨价的 怎么能够随便倒掉 那环保主义者说那应该吃素食 对不对 那吃素食 素食主义者 那在美国一个母亲给他小孩吃素食 最后把小孩由于营养不良死了 母亲被判谋杀给抓起来了 对不对 到最后你的政府给你提倡这些主义 那个主义 但是一旦出了事就把你抓起来 所以他们这个社会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东西 他就在让你搞了混乱 让你们去 社会底层去 就是底层互害去 然后高层在那边吃着冷血馒头 在那边喝着冷的鲜血 在那里享受人生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达 喜欢点赞的讯息 谢谢